这场交接典礼很多农政单位及中央驻地单位长官都到场管理 县长徐正伟也表示 陈分局长对于花莲的山水辽若执掌 希望在退休之后能够荣聘为花莲县政府的顾问 持续协助花莲在治山治水的政策上提供宝贵的意见 16号的交接典礼上县长徐正伟也指出 陈分局长除了执行农村再生计划不予利 对于土石榴防灾业务更是尽心尽力 从北到南各项业务的推动都可以看得到陈淑媛分局长的主机 在这三十几年来 真的它的小小的背影却有大大的力量 让整个花莲的农村再生能够挖扬光荡 而且在去年还荣获我们国家卓约建设奖的环境 我要谢谢运用吉利坛 也让它阳明国际得到全球卓业建设奖 由于到场的贵宾相当多 立委傅昆琪也表示 陈分局长尽心尽力在花莲这一块土地上 在关键的时刻主动积极联系 关怀在这块土地守护 所领导的花莲分局全体同仁 推动自三防灾是有目共睹的 我想在淑媛身上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声音 非常非常的坚毅 有自信 很努力 肯奉献 其实我们国家如果多几位 像淑媛这样的政务官 到八十岁都不会显老 我希望行政院能够把着人才 像淑媛 他不只对花莲的一草一物非常的熟悉 对人事实地物 我从来没有听过负评 而且只要大家有请托于 属于他都全力以赴 完成使命 对于新任的林鸿明分局长 能够接下花莲分局的硬性 林鸿明分局长也表示深感荣幸 鸿明在这里奉派 欢迎接这个随途保持局花莲分局的分局长 深感荣幸 但是一方面也感觉到非常广口 首先感谢我们员主任委员 还有员局长的提席跟委与重任 那一方面刚刚听到 陈分局长带领这个花莲的团队 服务花莲乡亲这么用心这么有成果 深感压力被重 一方面是优喜参放 那另外一方面也让我很放心 就是还好在我们成分局长 在11年来的领导之下 那让我们的花莲分局 能够在不管在水土保持 水土保育 农村再生 还有土自流防災 各方面的业务成果 都大家有目共同 希望在现有良好的基础下 能够达成水土保持 及农村再生 比产业的发展使命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